到底是什么样的敌人 让这群武装到了牙齿的士兵如临大敌 此时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冰着大门 随着一声爆炸响起 大门瞬间被炸得四分五裂 硝烟弥漫的尘土中 一群外星人正在黄缓靠近 将军立即下达了开火指令 可在外星盔甲的面前 他们的武器根本不起丝毫不得 随着大批外星人闯进基地 人类士兵很快就死伤不斑 就连普通居民也难逃一几 愤怒异常的将军 对着外星人疯狂射击 但这对外星人完全不构成威胁 眼看将军也不能幸免 救援飞船已经抵达了基地上方 士官长突然从天而降 我挟着雷霆之势一跃而起 将外星人当场打成了筛子 此时他的同伴已经赶到 两名副手也相继抵达战场 士官长很快开始了反击 但外星的大群精英 已经集结到了西部善区 排在对基地的人类 进行无差别屠杀 匿名斯巴达战士 也被外星人击落到了地面 眼看自己的同伴被包围 士官长一个纵身起跳 帮同伴暂时吸引了敌人的火 但敌我太过悬殊 士官长也被敌人多次命中 他急忙跳到地面暂时躲避 在经过短暂的调整后 士官长拿起旁边的重型武器 对外星人展开疯狂射击 很快就全见了所有敌人 此时将军这年 看着死伤殆尽的族人陷入了绝望 将军这时重新燃起了希望 但突然出现的外星人 顿时让他如临大敌 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将军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外星人 可他根本不是外星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外星人一箭穿凶 眼看外星人走向了官雅 士官长突然飞速赶来 一个飞膝将外星人撞翻在地 随后将对方当场击毙 为了彻底解决来自新王的敌人 士官长带着三名铜板 赶到了新萌飞船锁在地 还在下方发现了一个山洞 他们决定进入山洞展开搜索 士官长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外星设备 按照上级命令准备开始回收 可当他的首处碰到设备时 山洞突然亮起了数不清的条纹 就连躲在暗处的新萌精英 也不敢轻易动手 设备此时也出现了大量神秘符文 士官长恍惚忠 看见了自己的家人和一条狗 好在队友将他及时拉了回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士官长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 外星设备也彻底失去了动力 新萌精英界没有机会 连忙开启隐身模式向洞外逃跑 不料将外面的官养一下状态 等是官长追出来的时候 那名外星精英已经驾驶飞船逃 只在洞口留下被撞晕的官邻